星期六 杨丽萍 周深 旁九州 刘耀文 杨丽萍 周深 合作大秀 带来极致 续听上任 眼眼一息 夜好冷 我好饿 他的暗语暗得根本走不着 接歌大笔拼 是谁的汉字音符 在不停跳动 请唱出歌曲里面 准备全场来 唱歌啥呀 我想问 这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唱歌事业吗 爱就是泡沫 好好听哦 好听哦 我都想给对方扣分了 两个字 星星 尖叫 一种运动 开心 兴奋 猴子 我觉得你们在折磨他 下周六晚八点十分 带你精彩看不够 我还是你的 hog弹 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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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爾 Zither Harp 天字的声音流水济询问周深什么时候出专辑 目前周深正在筹备第二张专辑 第一张专辑就是告诉大家周深是什么样子 后面就要告诉大家周深还有哪些可能性 他表示关于创作方面会有 但是写过后发现十分难 所以只能不停地写然后不停地感慨真的难 然后一直没有成功 周深的成长速度确实有点超乎想象 从当年饱受争议的害羞小心人 到现如今也能在华语乐坛立足 也确实担得起天籁之声这个名头了 对周深的评论其实当时让我印象挺深刻的 就是他说有人说周深很爱唱歌 但是他不一定爱音乐 因为他好像不断地出大量的OST 或者其他的一些功能性的作品 但是真正作为歌手或者说像你作为乐评人 我作为唱片企划我们想要的那个歌手周深 有他自己的音乐审美体现的那个作品 好像大家一直没有看到 而且确实距离周深的第一张完整的专辑 深的深已经过去了其实好几年了 包括这次咱们在录天赐的这个现场 其实我见到周深的时候我就马上就催他 我说你自己的专辑什么时候出来 他当时整个就是一个大波快的状态 我不要听 但后来就是等他平静下来之后 我又跟他好好的聊 因为我也知道他有他这张专辑当中有请到我非常喜欢 我非常崇拜的就是老师级的人物去帮助他 但是深深他跟我说 其实他他说就是出一张十首歌的专辑 对他来说真的并不难 但是出一个让他完全他觉得要有所进步的 能够代表就是我们期望的那个歌手周深 但就现在娱乐圈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对于周深来说 做一张自己满意的专辑 恐怕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最后预祝周深第二张专辑顺顺利利与大家见面 期待 作为这个时代一个难能可贵的歌手 去想说怎么样给他做一张属于歌手周深的唱片来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周深 我们不妨多给他一些时间 我们要有耐心 我相信他会打磨出一个好处 我觉得从个人的角度 无论是从周深看他的音乐 就是欣赏他 并且从这个行业的多年的经验来看 我觉得很多人对周深的误会是很深的 是非常非常深的 说周深不爱音乐扯大 周深是我少见的极爱音乐的人 对 这就是极爱 我觉得如果有一部分声音是觉得好像周深是不是过于消耗自己的 唱了太多的OSP上了太多的节目 那么我觉得其实就从这次跟盖合作的玫瑰少年开始 我们其实可以就是不要过多无谓的担心了 因为我觉得玫瑰少年啊 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几话 我觉得其实玫瑰少年这首歌就是周深能体验的 这个项目对平行的人 就是在几多半小年